我们跟着这一段视频来学习一下 NBD事实上就是一种全三维研发的技术 比较简单的理解呢 就是把原本需要在二维图上标注的 基准、基本尺寸、公差和这个 行位公差和尺寸公差 通通标注出到三维模型上面 所以叫基于模型的这个工程 就NBD 在新版的NX里面呢 有专门的NBD的这个导航器 就是NBD Navigator 刚才演示呢 它这个是把这个基准尺寸标出来 ABC三个基准 接下来呢 用这个自动标注的方法 在重用库里面找到 自动标注的一些规则 比方说举例说明 就是在标注孔 那么把孔的这个 预先定义的规则拖进来之后呢 就可以把这个三维模型上面的 所有的孔的尺寸都找出来 都自动标注出来 并且呢可以规整到符合这个标准的多少个多大的孔 而且它的这个级别精度等级是多少 是H级H级的这样的精度等级 那标注在这个刚好是这个顶式图 因为在顶式图里面呢 一开始在轴侧图里面标的三个基准呢 也把它迭代进来 那这就是在看到的MBG MBD的Navigator 就是三维标注的一种特征数 那除了标注这个基本的尺寸和尺寸公差之外 如何加上 加注上这个行为公差 那么我们在重用库里找到行为公差的标注 那我们要选这个ABC三个基准的行为公差 那我们这样是选择想做到的几个基准 那它是这个各种关系 是包容的还是最大的这样的一种关系 那这样的话就自动的把行为公差也标注出来 并且在标注的时候呢 还有一个难题就是到底哪些标了 哪些没标或者哪些没标对 那这时候呢就需要有一个检查的功能 那么现在在演示的就是这个检查的功能 那一键检查呢就把这个标注时候的一些问题找出来 找出来之后呢进行整改改进 那刚才的演示呢就是这个 这个行为公差的标注不当 那么做一个变更之后 它就已经完全的满足要求 那这些功能就学习到这里 这是有关三维标注的功能 非常整体的功能 我找到那些功能 有点 这个 谢谢大家